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 也是马来西亚日 今天是公共假期啦 我就待在家里 哪里都不想去 因为今天出道去一定塞石塞到半死 去找一个餐馆也要几到半死 我看还是在家里面静静的过算 OK 好 今天这个大马日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些呢 关于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啦 然后再讲一些其他的东西啦 好 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呢 我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OK 我就从 这个二战结束开始说起啦 当1945年二战结束 日本人走掉了过后 英国人又重新回来了马来西亚 然后那时候呢 全部那些殖民地呢 都开始陆陆续续的爆发了 那些独立运动 包括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呢 1957年的时候 8月31日 马来亚半岛 正式从英国殖民者那边独立 那时候的马来亚半岛的版图呢 仅仅只有马来西亚半岛 然后没有包括新加坡 也没有包括沙巴沙瓦 OK 然后到了1963年之前 大概是1961年 62年这样 这时候呢 在新加坡 就有个李光耀 李光耀呢 他是这样 他在新加坡呢 他面对了左翼分子 林清祥的挑战 其实那时候 李光耀虽然他是新加坡的首席部长 但是 他的地位呢 其实是风雨飘摇了 他随时会被这个林清祥给干掉了 所以那时候呢 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来稳固他的政权 就是怎样呢 他想到一个马来西亚的方案 就是新加坡跟这个马来亚半岛合并 变成一个国家 至于他的具体是怎样 你们可以自己找资料了 很长啊 OK OK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李光耀就向这个东国德拉曼 建议这个马来西亚的方案 马来亚半岛跟新加坡 一开始是这样 然后东国德拉曼是不是很乐意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太多华人了 如果新加坡跟马来亚半岛 这两个参在一起的话 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 突然间会变成50%这样 非常的够利 后来一开始东国德拉曼是不乐意的 后来李光耀再加码 就是把沙巴沙拉瓦还有文莱也加进去 这时候东国德拉曼看一下 OK可以 因为沙巴沙巴土著呢 再加进来的话就相对的安全一点 OK 所以就一拍即合 1963年9月16号的时候 马来西亚正式成立 但是文莱最后一秒退出 所以就只剩下马来亚半岛 新加坡 沙巴跟沙拉瓦 这四个地方 联合起来变成一个马来西亚 然后在这个 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呢 他们有做一个公投 这个公投呢 是在沙巴沙拉瓦还有新加坡 这三个地方做了一个公投 就是让所有的人民出来投票 决定要不要加入这个马来西亚 当然对于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来说 这个公投其实是一个蛮象征式的东西吧 因为是非常的明显的是一面倒都支持那种 到底实际是怎样操作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是相当象征式的 总之到出来到最后出来结果 是肯定是支持马来西亚那种 你现在再来多一次一下 你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OK 所以那时候呢 在官方上呢 就说呢 已经通过了公投 沙巴沙拉瓦 新加坡的人民已经同意了 要加入这个马来西亚 大概是这样 OK 所以那时候1963年 9月16号成立了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成立史就是这样 然后到了1965年的时候 这时候呢 李光耀已经把林青香赶走了 李光耀也是相当的安全跟稳定的 在新加坡了 那时候 有各种说法啦 OK 有人说呢 是东古阿多拉曼把李光耀赶出来 也有人说是李光耀自己搞事情 把自己弄出来 算了啦 谁对谁错 这些都过去了 两个人也已经做股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这一段历史了 总之 我们所知道的 最后就是1965年8月19号 新加坡 从马来西亚这边分家 所以马来西亚呢 就只剩下 这个马来西亚半岛 然后还有这个沙巴沙瓦 所以呢 你听到这里呢 你会感觉到沙巴沙瓦好像被李光耀坑了 这样 哈哈哈 OK啊 这是笑话了啊 好 我讲完马来西亚的历史了 OK 现在讲一些以后的东西啦 就是啦 我对这个马来西亚日 我的期待是什么 我的期待是一个未来的马来西亚是怎样 啊 OK 这个马来西亚日呢 其实老实说 对于马来亚半岛的人来说呢 这个日子呢 都不算是个日子 长久以来都被忽略掉了这个日子 因为 我马来亚半岛这边呢 是太过强调注重 8月31号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独立日 以至于这个9月16日有什么意义 OK 所以呢 你要知道啊 在2010年之前啊 甚至啊 连这个916啊 都不是马来西亚的公共佳期 2010年过后啊 这一个大马日才正式变成马来西亚公共佳期 所以你说沙巴沙瓦呢 已经被忽略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OK 好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啦 现在沙巴沙瓦已经不再是巫统的附属品 现在沙巴沙瓦呢 已经变成造王者了 下一届大选呢 就是沙巴沙瓦要站在谁那边 谁就可以做中南政府 所以沙巴沙瓦现在的话语权是非常大了 现在就要看 那个沙巴沙瓦35%国席到底会不会给这个国阵不了了之 如果是有后续的话 没有不了了之的话 这样的话沙巴沙瓦如果可以成功的达到35%国席 这样他们的话语权将会更加大 这样他们造王者的角色会更加大 OK 其实我个人是期待一个未来的马来西亚 沙巴沙瓦呢 其实不应该只仅限于做造王者的角色 我其实内心是相当期待 沙巴沙瓦甚至可以做王者的角色 我非常的期待 如果下一届政府 沙拉瓦的头做首相 沙巴的头做副首相 这是最好的 为什么 可以听我讲为什么 接下来我会用几分钟来讲为什么 OK 就是我告诉你了 我们马来西亚 长久以来 被这个巫统 已经用这个种族政治搞到满目疮痍 而且是百病重生 病入高荒 已经是治不了了 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 已经被这个巫统搞到一去不回 已经治不了了 我有证据的我告诉你 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改革的希望 就是希望联盟 但是你想一下 希望联盟在2018年上台那两年 这两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这希望联盟会倒台到这么快 是因为呢 自从2018年希望联盟执政了过后 这个回教党跟这个巫统 这两个唱双簧一唱一和 每一天全国巡回在那边吹 吹什么 吹这个西联是华人政府 是行动党政府 这个国家给华人控制着 所以呢 他正在欺压我们的种族 欺压我们的宗教 所以我们必须要起来反抗 就是这种理念 不断的吹吹吹 结果吹到了 即使到了今时今日 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大多数都对行动党 还有华人相当的反感 就是因为那两年的不断的吹 所以现在马来人很难在此时洗脸 这是一个事实了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讲这段呢 就是即使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改革的希望 就是希望联盟 即使这个希望联盟曾经有这个希望的曙光 可以彻底的铲除掉这个种族政策 但是 但是 永远都有一个巫统的回家党 在后面从后腿 如此一来的话 我们到最后功败垂成 到最后 全部的付出 全部的努力都付出流水 没有办法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们只看西马半岛这边的政治这个选址 我们始终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种族政治的幽灵 你明白吗 总结就是这一句 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种族政治的幽灵 为什么 就是呢 你在西马半岛 你无可否认的一点是 这边绝大多数是马来选区 绝大多数选民是马来选民 然后马来选民可以决定那些选区的胜算 的输赢 都是马来人决定 所以呢 你一个政党 无论你是极端的政党也好 无论你是开明的政党也好 你没有办法直接跳过无视马来人这一趟 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陷入这个西联跟巫统之间 这些纠纷 就是 可能 你像巫统这样 非常高调的鼓吹这个种族主义 结果你的确可以赢到很多马来票 你可以赢到很多马来选区 但是代价就是这个国家去荷兰 ok 如果你反过来 你不要鼓吹种族主义 你要鼓吹开明 你要鼓吹这个国家进步 但是 有巫统跟会教党在后面拉你后腿 到时候所有马来人不支持你 到时候你也是小小 你的选票选区全部去到完 输到完 你输到完你作为反对党没有意义了吗 是不是 所以西马半岛的圈子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想强调是西马 你想下如果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变数 就是呢 如果接下来呢 这个王者 不是叫王者 是王者 如果是来自东马的话 情况又不一样 我们路过了 下一任首相是来自沙拉瓦 下一任副首相来自沙巴 然后我们这个对正副首相 基本上 他们要在马来西亚推任何的改革 包括种族跟宗教的改革 他们都可以赶赶的去推 为什么 他们不用负责吗 我告诉你 怎样说不用负责 他们不用付出代价的 因为啊 沙拉瓦拿的那张Ticket 是沙拉瓦的Ticket 沙巴拿的那张Ticket 是沙巴的Ticket 他无论怎样改革马来西亚的种族跟宗教都好 西马半岛的买票是丝毫不会影响到他那张Ticket的 你明白吗 他还是稳稳抓住他那张来自东马的Ticket 所以他不需要付出代价 他也不需要投鼠机器 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西马半岛的政党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呢 你即使是往很开明的方向去 下一届大选你就输完了 你们认同我这个说法吗 所以我内心深处呢 我其实是蛮期待希望 东马的人可以真正的执政马来西亚一轮 一次过把所有应该改的东西全部改的完 他的核心概念就只有这一个 就是东马的领袖不需要为种族政治 还有宗教政治买单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不怕 他们没有后顾自由 他们拿的Ticket是来自东马 并非来自西马 OK啦 你们想一下 我这一段思维是不是值得考量一下 当然 我们也面对了蛮多的挑战 我们一个最大难关过不去的就是 安华要做首相 安华这个梦想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去 所以这个也是蛮头痛的问题 如果是没有安华的话 我个人是半夜我都推 沙瓦做首相了我告诉你 OK 好 好 总结一句 我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期待 当然我希望马来西亚总有一天 可以彻底的摆脱这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种族主义 第二个是宗教主义 第三个是武统 第四个是回教党 第五个 马化国大党那些 希望马来西亚将会变成一个呢 非常连结 非常有透明度的国家 就是呢 所有的那些贪官无力呢 都将无所遁心 他们即使是吞一分钱 都会马上给人家看到清清楚楚的那种 然后呢 是一定会被追究的那种 像新加坡这样 第二 我希望马来西亚的行政效率 可以变得比较快一点 不要再像现在这样 我们的那个 公务员体系太过臃肿了 臃肿到来又没有用处 希望啊 无论是什么东西的行政效率 都变得快一点 第三 希望马来西亚可以早日摆脱 这个中等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希望马来西亚的 所有行业的那个技术 可以得到升级 可以尽快的追上那些先进国家 可以生产出一些更加赚钱 更加高科技的产业 啊 第四 希望 马来西亚的人民 啊 可以早日 脱离这些种族主义 宗教主义 达成人民真正的团结 啊 就这些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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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